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圆神5.0精灵奇培养材料统计等级技能材料总表拉塔 没有爱没力爱就不要抽精灵奇 真的吗? 精灵奇详细组队培养攻略影片分为两部分 分别是角色攻略和材料收集攻略 作为拉塔版本的草系组C 味道各位都抽到了没 主要是在大世界跑都方面 也算是加入了一种很新的方式 我愿称之为立夜龙人形态 作为主打燃烧恒猎战放反应的角色 简直就可以说是爱没恋爱的守候了 燃烧队直接起飞 不过精灵奇的弱点也很明显 强烈的对单效果 让精灵奇对群的时候会有一些法力 不过像最近的一期深渊 有很多之怪 但都是一支一支的出 那这样就还是挺合适的 孙如董 同时精灵奇也只要燃烧反应恒猎战放来征服自身的伤害 并不会很索配对 但凡是能打出这两个反应的队伍都能加进去 伤害还可以 可以说是强烈的对单输出角色 再加上了爱没恋爱的话 对群也会有一定的能力 如果是抽了爱没恋爱的玩家 或者喜欢尽力奇的就可以抽了 其他情况的话不是很推荐 靠装方面 依然是用黑药密点套装就可以了 基本上可以说是现阶段 拉塔佐C的通用套装 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刷出来的 就用以前的草套代替也可以 沙漏攻击力 背着草元素伤害 头部暴击暴伤 复制条以暴击暴伤攻击力为主 戒人加点方面 左翼复扣 普攻可点可不点 精灵奇挂上的勾折后的伤害 算是用普攻触发的战技伤害 但不算普攻 可以触发协同攻击 跟卡其拉的机制有些类似 就可以不用升级普攻 武器方面 最好的肯定是专武 没有的就用其他的五星大剑代替 或者直接用送的 拉个四星纳塔武器汉地者 算是四星里面比较契合的了 还是锻造武器 很容易获得 配对方面 吉尼奇并不是枪球之大燃烧反应 基本上都是用燃烧反应来征服自身的输出 相当于也是打直伤为主 同时可以触发协同攻击 拉配对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 首先想到的就是单纯以燃烧反应为主 加入艾梅尼埃的队伍 用吉尼奇 艾梅尼埃 班尼特 最后再加一个带草套的角色减草抗就行 最好是草神 没有就用瑶雅 柯莱 白竹之类的代替 没有班尼特的 就用湘灵 迪西亚 托马代替 因为吉尼奇可以触发协同攻击 带托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或者单纯就用吉尼奇走燃烧队 这是在没有艾梅尼埃的情况下 用吉尼奇 班尼特 湘灵 或者迪西亚 再加一个带草套的角色 依然最好的是草神 没有的就用瑶雅之类的代替 单纯的燃烧队对挂火并没有太严苛的需求 甚至只要挂上了 后面就会一直有火 喝慢 或者也可以走一个燃烧与蒸发结合的 用吉尼奇 湘灵 丹尼特 行秋以对 吉尼奇可以触发行秋子大招 就能不断提供水 再加上湘灵的挂火 也是能玩的 主要是高频挂火的湘灵会比较重要 又要加入马拉尼的队伍 又要加入吉尼奇的队伍 湘灵还是有点忙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一个好一点的后台挂火 或者直接等火神了 Oh my god 高配一点的话 就用夜兰和福福代替掉行秋的位置就行了 加入福福的话 最好要有白竹或者瑶瑶 用吉尼奇 福福 湘灵 白竹 当时也加了一个带草套的角色 还是不错的 如果是怕被打断的话 就用吉尼奇 湘灵 钟离 夜兰一对 真理的钟离可以换成多马或者迪西亚 在角色不全的时候这么用 最后还有一个快乐的阵容 就用吉尼奇 行秋 雷神 钟离一对 这一对走的就是计划 也会有一些对群效果 松重最终捣蛋 玩起来还是很快乐的 打点啊 这一对的话都务需要经历其余很高的念堵 只要挂草就行 别人直接带 首先老三样相同 特产材料需要 纳塔 肉龙掌 168个 采集攻略仪次座 有需要的旅行者进入组页观看 脱破材料需要 过除的火流果 46个 由星Boss 摊石逆叶 龙山王掉落 技能上需要 焚芳系列天赋材料 酒绿63蓝114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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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绿63蓝114环